111年的3月31号要完工 然后我们现在的工程进度只有盖到三楼而已 建商的回应就是都不一样 就像说什么里长不给假日施工啊 秀出购物证明以及建案目前进度 原本15层楼高的大楼 三月就要交屋 只剩一个月却只盖到三楼 真的有办法如期交屋吗 购买预售屋的屋主们向建商询问 却是这样答复 业者就是很强硬的 强硬的提出只有两个方案 一个就是退完你的价金 一个就是延期两年 就是在呼弄消费者 拗一个算一个 还有屋主跳出来指扣 原本有一间位在高雄凌亚的预售屋 原定一月就要完工 没想到去年八月被通知 要无条件推迟两年 如果不想等就是无息退款 部分屋主认为合约完全没有保障 我不要房子 因为我觉得一个公司 如果说没有幸运的话 他盖的东西其实我都会担心 实际条件案看看都已经二月了 早就超过交屋期限 却还正在施工当中 屋主们指控同一间建设公司 在高雄有多个建案 攻期推迟还无条件延后 因此提起团体诉讼 认为建商应该要依照合约 交给屋主们房地价款万分之五的利息 没有正当理由 那建商他必须要依照 消费者以缴的款项 那么每日万分之五来计算 他的迟延利息 整个疫情包含原物料 塞港锻炼这些 不可抗议的因素 还有我们国内 全面性缺供缺料 那说真的我们就造成 供期的延档 不计成本权利赶工 难道希望 可以尽快交互给客户吗 郑社公司也回应 供期会延档 就是受到疫情影响 全球缺供缺料又塞告 旗下大部分建案都被推迟 也已经全力投入人力 积极赶工中 TV辨识新闻张丽玲宋家娟 高雄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